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下滩在地跪求我原谅 你真的要解约我 我看着面前新来的总监问道 他看着有些不耐烦 上班摸鱼你不走谁走 我们公司不养废人 特别是像你这样空有其表的人 他打量我的眼神说不出的极度 现在把我裁了 我一年下来连年终奖都拿不到 他不禁暗息 我却没有表现很害怕 向他求饶 反而像是被巨大的惊喜砸到 嘴角的笑意都压制不住了 我上前握住他的手 眼含热泪 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 像你这么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他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被我握住的手一时之间竟然都收不回来 我退后几步向他深深居了一躬 扬起大大的笑脸 都没等他说话 笑着大步离开办公室 但是生怕下一秒那个男人冒出来说这是假的 门外 下午看见我进去那么久 还有些担心怕新来的总监给我下马威 看见我高高兴兴地出来 也不免有些好奇 陈姐 怎么这么开心呢 我看见他想起刚才的事情 又不由地扬起笑容 大力抱住了他 凑近他耳边 我被裁了 他眼睛整得老大 捂住嘴 真的假的 恭喜恭喜啊 拉住我的手 蹦蹦跳跳 新总监许微缓过神来走出门 看见我们那么开心的样子 脸瞬间拉了下来 下午 你再这么开心 要不就和陈木槐一起走 他的语气压了下来 有些气急败坏 他就不明白了 被裁这种事情有什么开心的 我能笑得那么开心 陈木槐 被开除了就赶紧走 不要站着位置给别人添麻烦 他又恶狠狠地看向我 我满心欢喜 根本没有被他刺激到 反而大声地回他 好勒 我这就走 三下两除二地把东西收好 走到他面前 又深深鞠了个躬 那许总监明天我再来签合同啊 没有等他回答 转身哼着小曲走了 明明走的人是我许微 却被气得像是那个被裁的人 气冲冲地回了办公室 新来的小肖有些不理解 明明年底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裁 都夹着尾巴做人 毕竟这年头工作不好找 下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我们怕裁 可是陈姐最不怕的就是被裁了 小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 为什么呀 她笑着摇了摇头 等总裁回来 新总监可就不好过了 转身结束了话题 留下一头雾水的小肖 我抱着一堆东西从公司里出来 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收拾好 其他没用的东西全扔进了垃圾桶里 顿时箱子里轻了很多 我哼着歌 骑着小电驴 回到了自己在市中心两百多平米的大房子里 一到家就拿起手机叫闺蜜晚上出去嗨 我请客 接到电话的闺蜜有些惊讶 陈大忙人 今天怎么有空了 年底不是最忙的时候吗 我躺在懒人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嘴里叼着冰棍 我被裁了 以后都不忙了 冬天的冰棍虽然冻牙 却真的好吃 电话那头的声音陡然大了起来 陆川社的 你都敢裁 他不知道外面多少人对你虎视眈眈 想把你招进公司吗 不是他裁的 新来的总监裁的 陆川出去 出差了 还没回来 我摆弄着手机上的挂饰 出不出来 晚上开个party 庆祝一下 我请客 那你准备大出血吧 我可都要点贵的闺蜜笑嘻嘻地说 晚上我请了几个熟悉的人 基本上都是我和陆川从创业开始就在公司的元老 职位都不小 只有我在陆川要给我升职的时候拒绝了他 只是普普通通地当一个小职员 陆川没有办法只能一直给我涨工资 他们几个看着我那么开心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是都有些难过 毕竟曾经一起的伙伴要离开了多少有些不舍的 闺蜜像是看出了什么 拍了拍离他最近的那个 陈木槐离开我们得为他开心啊 你看他一倍彩脸色都红润了不少 他们看了看我 已经开心了一整天的我 精神状态是和在公司没办法比的 他们想了想我在公司拿着一份工资打五份的工 那小脸天天的像是被榨干了一样 面面相去不敢说话 不过酒喝着喝着 大家也都放松下来 一个个天天被工作榨干的人 难得的放松都疯了起来 把舞池里跳舞的人都吓了一跳 不过临近过年 被工作逼疯的人多着 他们也就不那么起眼了 我实在高兴 跟着人群跳了一段 拿起手机发了条朋友圈 庆祝新生 就没有再管了 直到聚会结束 被闺蜜送回家中 睡了一个大觉 直接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 被太阳晒的房间暖红红的 我拿起手机 翻了个身 点开朋友圈查看 他们以为我发的那条朋友圈 是在期盼明年的工作 红红火火 都在说着恭喜的话 个别几个知道内情的 也没有说话 翻着翻着 翻到陆川的回复 我下午四点到 改天我们一起 再聚一聚 我吓得直接从床上蹦起 手机瞬间变得烫手 看了眼时间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连忙从床上下来 随便穿了套休闲装 连饭都没有吃 就拿着钥匙出门了 几十码的电动车 却像是被我开出了火箭般的速度 就像后面有人在死死追赶一样 大冬天的 脸上全是汗 我冲进公司 一路上都在看着我奔跑的身姿 人事部的兰姐 有些复杂的看着许薇 你真的要踩了陈木槐 许薇冷冷地看着兰姐 我一个总监 连踩个小职员的权力都没有了 我可是陆川的未婚妻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 你们都向着她 她像是被气到拍桌而起 而我刚进来 听见她说的话 难怪可以天降 原来是陆川的未婚妻 不过也不管我的事 我看着他们 对兰姐笑了笑 许总监 我们签个解约合同吧 我笑着拿出了五份合同 摆在她的面前 许薇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僵硬 而兰姐只是叹了叹气 我眼睛闪闪地看着许薇 她有些结巴 你 你怎么有五份 我拿起笔 塞进她的手里 催促道 快点快点 时间不等人 我还要吃饭呢 许薇打开合同 一份份看过去 才觉得大事不妙 这五份合同加起来 违约金有一千万 她两眼一抹黑 我在笑得灿烂 要不是违约金高的离谱 虽然不是拿不出来 但着实心疼 不然怎么可能向陆川提了二十多次辞职 被退回 还能这么乖巧地留在公司替她打工 我故作惊讶 许总监不会连财了我这个小职员的权力都没有吧 许薇被我气得上不上 吓不吓得 手都在颤抖 颤颤巍巍地牵下自己的名字 蓝姐在旁边小声说道 金额太大了 我做不了主 那许总监怎么办呢 我紧紧抱着那五份解聘书 生怕她给我抢回去 许薇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我会和陆川说的 责任我负 我一手抱着解聘书 一手亲切地握住许薇颤抖的手 上下摇晃 手都摇出残影了 笑容比LK还难压 许总监人真好 像你这样的好人还是多呀 许薇的脸色更难看了 又不好说什么 蓝姐在旁边笑出了声 许薇一个刀眼甩了过去 蓝姐摇了摇手 脸色正惊 表示只是个意外 我放开手 拿出手机 对蓝姐摇了摇手机 蓝姐 那我回去等了 拜拜 蓝姐也对我摆了摆手 整个办公室 只有许薇是笑不出来的 不过 那又不关我的事 躺在自己超级软的大床上 还有些不可思议 这种好事 竟然能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 有钱 有车 有房 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 加班加到脱发 熬夜写策划被打回 还有动不动 需要查找和修补的Bot 不用见到讨人闲的客户 睡到自然醒 想干嘛就干嘛 这种梦想中的日子 简直是天堂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 我还沉浸在美好的事实中 喂 谁呀 我闭着眼睛接起电话 声音中的荡漾掩盖不住 陈怀怀 干什么呢 这么开心 我回来了 接机的 怎么没有你 耳边传来男人金贵沙哑的声音 声音仿佛自带钩子 引得人头皮发麻 陆川 回公司给你一个大惊喜 超级惊喜哦 我没回他的问题 而是颇为开心地对他说 他好像有些吃惊 不由地被我勾起兴趣 那我们公司见 希望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哦 想到陆川知道我被他未婚妻 踩了的样子 就不由地想笑 我没有再说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哼唱着歌 把手机关了 用被子把自己裹紧 每每睡觉 直到醒来的时候 是被门铃吵醒的 揉着眼睛打开房门 就看见一身 笔挺西装的男人 站在门口 手上提了一大袋东西 我靠在门上 嘴里发出嘖嘖嘖的声响 陆大总裁 怎么有空来找小的 不去陪陪您未婚妻待着 陆川原本面无表情的脸 听见我这话 不禁嘴角微微扬起 我也没想到 出去一趟回来 得到了这么大一个惊喜 他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 陈木槐 在公司 你就那么待不下去吗 还是我 我们都留不住你 我接过陆川手中的东西 他的声音听起来 不那么好受 进来吧 我给他拿了双拖鞋 就直接走了进去 坐在沙发上 打开袋子 里面都是我爱吃的 陆川也走了进来 那个人我不认识 是老头塞进来的人 猜到了 不过 谁让你都不批我的辞职信 你老头塞进来的人 还让我大赚了一笔 我朝他笑了笑 我把他辞退了 你不能再回来吗 陆川坐在我的旁边 从袋子里掏了两瓶啤酒出来 打开了其中一瓶递给我 怎么 想让我把钱还回去 我沉托托托拿到手的东西 可不能还回去了哦 我拿过啤酒喝了一大口 爽 不用你还回来 我重新聘请你 陆川手里拿着啤酒 却没有喝 而是妈撒着啤酒瓶 声音听不出其他什么来 你干什么 要那么执着让我去呢 陈拼命三娘的名号谁不知道 请你一个可以抵五个人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 陆川笑着说的 笑意却不达眼底 我沉默了片刻 陆川 我真的累了 现在的公司 已经不是当初 只有我们十人的小公司了 你现在已经是 上市公司的老板了 多一个我少一个 我都没有关系了 我想出去看看 转一转 为了我 也是为了他 陈木槐 你还没有忘记他 陆川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忘记他 我忘不了 我看着陆川 陆川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也只能是朋友 朋友吗 他喃喃道 我不再看他 工作我已经交接好了 你放心 我也不会去其他公司 你放心 太晚了 让司机来接你吧 他没有再说话 沉默在空气中蔓延 许久 他站了起来 我走了 嗯 不送了 我感觉到他在看我 嗯 再见 莫名的我真的很想顾起 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样 我和顾起算得上青梅竹马 不过他比我大三岁 从我开始萌发出爱情这种东西的时候 顾起就已经莫名地占据了我整个脑海中 我的青春 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有他 我也曾怀疑是不是我把依赖当成了爱情 但是时时刻刻相见他的心情不能作假 就像我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 却喜欢了一个人整整十五年 上大学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顾起的学校 而是选择了另一所我更适合的学校 就像他曾和我说过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 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深深地记得 不过哪怕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 我们也经常地见面 就像我们无数次的分别 却总会相逢一样 工作后 我跟着陆川一起创业 而顾起则是进入了一家大企业 我们都没有戳破那一层膜 却也都心知肚明对方的感情 我和顾起是爱情 却早已是一种超乎爱情的关系 就像有句狠土的话 也许是太过于幸福了 上天总会给平静的人生加些苦难 在公司逐渐进入正轨的时候 那一次合作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地侵犯到了一家 有点黑势力公司的利益 而那一单合同是我谈的 那是我从未遇见过的事情 好几个人手里提着棍棒冲向我的时候 我脑海里一片混乱 我撒腿就跑 到底力气怎么也不过他们这种人 我看见那一棒砸向我的时候 我已经放弃挣扎了 周围的路人也傻了 但是那一棒终究没有打到 我儿是打在了来找我的顾起的腿上 那时其他人才反应过来 把他们按住报了警 我看见顾起的唇色白的吓人 脸上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 他还勉强地对我笑了一下 我抱住他 你怎么那么傻 眼泪更是不受控制地落在他的脸上 下意识地打在我身上 我还挺高兴的 至少你没事 我哭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直到救护车到了 我看见顾川被拉上了救护车 意识采放轻松了一些 紧接着眼前一片模糊 昏迷前只听见了人群的叫喊 和脚步声往我这来的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路川出现在我的病床边 脸色苍白 而那天之后顾起消失了 有关他受伤的信息也有所隐藏 我找不到他 而路川也成了为数不多 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提着一堆东西去了顾起家里 请求原谅 顾伯母的脸色很疲惫 却没有责怪我 只是抱住我 拍了拍我的背 声音温柔 不要怪自己 我们都知道了 他去国外治疗了 你顾伯父也在那 不用有心理负担 后来我回到公司 只能靠着工作麻痹自己 强迫我不去想顾起 我也曾想过 无数次去看看顾起 他却总是拒绝 我没有坚持 因为我相信 我和顾起会像之前 我们分开无数次一样 我们会再相见的 把手机重新开机 有几个路川打来的电话 微信信息倒是不少 其中闺蜜陆新的信息最多 一点进去 界面还卡了一下 我看见他最下面的一条消息 问我在干嘛 离开公司 以后就没了信息 我给他回了句刚睡醒 下一秒视频电话 就弹了进来 干什么呢 沉默默 长本事了呀 信息都不回 陆新咆哮的声音响起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 有点吵到我的耳朵了 你还敢嫌弃我沉默怀 哎呀 我要疯了 陆川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一回来布置一堆东西 年底原本就忙 我现在连喝口水的时间 都没有 陆新抓了抓头发 原本精致漂亮的脸 也因为满脸的愤怒而扭曲 加油 虽然我不在你身边 但我的心与你同在 干杯 我举了举手中的啤酒 晚年的这个时候 我比陆新还疯 五个部门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 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连续加班了半个月多月 每天都是最晚离开的 却总是能在离开时 刚好碰上也加班结束的陆川 总是搭伙一起吃夜宵 也算忙碌一天后的消遣休闲时间 现在想来也哪有那么多的凑巧 陆新还在电话那头说着什么 不过也没有说多久 就被叫去开会了 大大的房子里 安静的只有呼吸的声音 一下子放松下来 怪不适应的 手机弹出好友添加的信息 我看了看 这不是大好人吗 许薇给我发了好友申请 添加完毕后 他说他在某某咖啡厅等我 就没有了下文 想了想也无聊 索性就付了这个约 简单收拾了一下 打车去了某某 许薇已经在等我了 明明不过半天不见 他却和上午见到的 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他的眼眶微微泛红 我去点了一杯牛奶 空腹喝酒还是有点难受 哪怕是度数很低的啤酒 我安静入座想听听他 叫我出来干什么 他低头了一会 深深呼了一口气 默得站了起来 对不起 你可以回来吗 哪怕是道歉 他却仍是不情不愿的 我没有说话 手指敲打着桌面 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他有些着急 明明就是你工作不认真 上班玩手机 凭什么他们都维护你 我没有做错 我是对的 我看着他 笑了一下 你看见我玩手机的那天 先不说 我是刚拿出来的 你不问是非 就说我玩手机 而且那天 我刚结束一个三千万的单子 加班了一整个通宵 哪怕陆川来了 他也不敢说我什么 我不会回去的 也不奉陪了 他被我说得退了一步 我没有再看他 起身把自己的账结了 拿着牛奶就走 走在江边 看着这个已经待了十多年的城市 却还是觉得那么陌生 不知道怎么的 想回家了 想着想着 我掏出手机 买了最近的一趟回家的车 还没到回家的高峰期 座位还很多 随便就可以买到 说走就走 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就到家 提着行李箱敲门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了 看见熟悉的家门 莫名的还有些紧张 按了按门铃 没人开门 又按了按 还是没人开 不会这样巧吧 就没有一个人在家 拿出手机 准备给母上大人发个信息 隔壁的门被打开 小怀 明明只是最普通的一声叫唤 我却全身僵硬 手指都在发抖 我转过头 勉强地扯出一抹笑容 伯母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他笑了笑 才十点多呢 你妈妈和你爸爸才刚出去 还要晚一点才回来 进来我家坐吧 伯母也好久没见到你了 他实在热情 我僵硬地跟在他的后面 拘谨地坐在沙发上 房间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和我之前来时差不多 他给我拿了瓶饮料 你们年轻人 应该比较喜欢喝这种 我们老人家喝不习惯 我胡乱地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伯母 我喝白开水就行了 他又起身 喂我倒了一杯白开水 我用手指 无意识地扣着杯子 沉默了片刻 伯母 起个最近怎么样了 他笑了笑 最近还不错 在国外还挺生龙火虎的 最近已经没事了 前几天还去爬山呢 说起自己的儿子 他脸上都变得温柔了许多 小怀 当年的事 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不是你的错 阿琪他也没有怪你 他温柔的手 抚摸着我的头 我却在觉得 这是最近最开心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聊的 莫名其妙的就聊了很久 看了眼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了 我起身跟他说再见 他看了眼时间 也起身 你爸妈应该也回来了 回去吧 这么久没回来了 也该好好待着了 他温柔地把我送到门口 我按了我家的门铃 在我家母上大人惊讶的眼神中 我跟他说了晚安 一进门 我就摊在了沙发上 母上大人踢了踢我的脚 怎么一声不吭地就回来了 工作不做了 被踩了 以后只能靠妈妈降养我了 我笑嘻嘻看着他 他点了点头 也是 你那个工作忙得一天到晚 见不到人 辞职休息休息也好 不过 你怎么去了小启他们家 说起这是 妈妈 你们没给我留钥匙啊 之前那把钥匙 在你们换锁以后 我是用不了的 然后刚好伯母看见我在门口 等你们就让我过去了 我看见他有一丝小尴尬 不过转瞬即逝 他咳了咳 原本今年也打算叫你回来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没有结婚 之前你说工作忙 现在不忙了 还不解决一下 刚好明天就去相亲 我帮你联系一下 我的脸瞬间拉得老长 那我还是继续工作吧 我现在就去找工作 下一秒就要起来往外走 被妈妈按回了沙发上 反对无效 我看了看从卧室走出来的男人 爸 你管管你老婆行吗 怀宝回来了呀 你妈的事我管不了 我们家谁最大你也知道的 他满眼的开心 却还是袖手旁观 也许是母上大人早有预谋 第二天我就成功上桌 连带着我弟一起去的 说是帮我参考参考 其实就是不想被催 顺便看看我笑话 我努力保持微笑 对面的人一坐下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就是无疑介绍的 我点了点头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听说你没有工作 没事 未来你主内 我主外 但是你之前的存款 要全拿出来 作为我们家庭资金 我嘴角抽抽 我弟的笑容也凝固了 那你的钱呢 我问道 我是男人 我的钱肯定要我自己花 你就不一样了 以后我们生孩子 第一个孩子必须是男生 当然我们也可以多生几个 但是要多生男的 他理所应当 我听了想打人 而我弟想要抱起了 我没有看上你 我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我们不合适 我喝了口面前的茶水 才把气稍微压了压 他责了一声 像你年龄这么大的 也就我还要 对了以后结婚了 现在国家政策说了 不能要彩礼 但是你们家必须随嫁妆 一百万 不然你过来 不就白吃白喝我们家了 还有以后就不用化妆了 在家里又没人看你 化妆多浪费钱 我张了张口 还没有出声 我弟直接对着他发挥 我看你是长得丑丸的花 又想要保姆 又不想出钱 你家是有皇位吗 还手胎一定要男生 不出彩礼还要嫁妆 我都不知道 国家政策保护的是你这种垃圾 我姐没有工作 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资金随便拿出来 给你砸得头晕眼花 白吃白喝你们家 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 还需要你这种垃圾来养 不想说你还来劲了 都说看不上你还 自我感觉良好 都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我看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改革怎么没把你这样 星号星号给急了 简直社会垃圾 一通输出后不仅我傻了 那个男的也傻了 我不禁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厉害厉害 多年不见 我弟真的厉害 随后我弟把我拉了起来 走啊 看着垃圾吃饭 你吃得下去 我连忙跟在他的身后 不再去管那个扫兴的人 回到家的时候 我没自闭 我弟自闭了 窝在沙发上生气 我妈看见 我们回来也不意外 怎么样 说起这个 我弟更生气了 我爸也好奇过来听 我弟对他们 唧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而我乖巧地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世界的喧嚣 与我无关 我爸听了以后说 要去揍人 我妈的眉头也紧皱 转头拿起手机 出去找介绍人算账 我却在想 顾起会回来吗 新年了 她是不是也会吃顿好的了 她有没有想亲人了 越想越烦 而那天以后 母上大人也安静了一段时间 我总算是体会到了回家的特殊待遇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不用发愁 不用想方案 再想到考虑要不要去执发 直到那天早上七点 被子就被掀开 我就知道久不回家体验卡到期了 妈 我再睡一会就一会 我翻了个身 用枕头盖住自己 我想了想 出去相亲 是会容易遇到奇葩人 我嗡嗡了两声 实在迷糊 所以我让人家来我们家 这样我和你爸也比较好看 快点起来 人家等会就来了 记得好好打扮一下 把你那大油头洗一洗 他把我的枕头也抽了出来 我眨巴了两下眼睛 终于迫于淫威起床了 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相亲的人那么的特殊 我看着沙发上风度翩翩 明显打扮了一番的男人 陆川 你搞什么 他向我笑了笑 相亲啊 看不出来吗 我着实有些无奈 公司那么忙 你还跑来这里 等会陆星给我乱轰 我跟你没玩完 相比于我的无奈 我妈明显对陆川很满意 陆川也一口一个阿姨 给我妈哄得找不找北 不过一刻 我妈便把我轰出了门 让我和陆川去散步 走在公园的小道上 我转头看向陆川 陆川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是什么时候吗 我没有等他回答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当时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是很吃惊的 你是学校里人人称赞的天之骄子 我不过是个成绩有些好的小透明 他笑了笑 每次都考第一的小透明吗 比起你的出名程度差得远了 我低着头 看着眼下的路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话题转变之快 哪怕是陆川 也有些猛 我踢了踢脚边的石子 那的确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但是却不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你 我有些疑惑 第一次注意 你是看见你一个人在网吧看书 那时就在想 怎么会有这种人 太装了吧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在学校遇见你 就开始慢慢注意到你 慢慢的 慢慢的我 发现我离不开视线了 只是我发现 你身边总是出现了另一个男生 我总想着 不可以打扰你 直到那时毕业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那不是你的男朋友 我就想着 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机会 或许我也可以 他的声音很轻 我却听得很清楚 陆川 你不会从那个时候 一直喜欢我到现在吧 我打去道 他没有笑 反而无比认真 所以当时你找我进公司 是为了追我 他看向前方 也不是 当时没有几个人相信我 我又确实缺人 你是个很好的人选 事实证明 我现在的成就 离不开你们任何一个人 而且你本来就是个很好的人 他的话语很轻柔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姿态 轻柔的风吹过树梢 吹过我和他 陆川 算了一下 你喜欢了我十年 我却喜欢了另一个人十五年 你说命运怎么回事 总是会让人一直喜欢一个人 明明感情不是善变的吗 我们总是爱着我们所爱的人 总是默默跟在那个人的身后 我看向陆川 你很好 我也很好 我不会为了让你不喜欢 说我的不好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叫做爱情的东西 他的眼眶微红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们只是朋友 也只能是朋友 我不想委屈了你 我也不该欺骗自己 我轻轻抱住了他 愿你未来所爱之人 也同样爱着你 你走吧 不属于的城市总要离开 就像不合适的文章总要修改 他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背上 陈木槐 我不会爱你了 就算是结束 我也总想被你知道的结束 未来安好 以后要是想再成为打工人 记得回来 我们都欢迎你 我打了他一拳 笑得欢乐 我又不是不回去了 我的房子还在内呢 想见就出来见见 不过 姐们不会再成为打工人 我要跟你一样当老板 走了一圈 陈木槐 我要走了 虽然早就知道了结果 但句号画上就是不一样 陆川笑得轻松 事情说开后 也不必躲躲藏藏 反而相处更加轻松 我送你一趟吧 他没有拒绝 低声嗡了一声 到机场的时候 看得出他确实很赶 早上来的 中午就走了 送他上了飞机 转头却在人群中 发现了一个很熟悉的背影 却被人群层层叠叠地挡住 下意识冲了上去 等我到奔跑到那个人的面前 却发现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那鼓激动落下 更加难受 后面的阴影照了下来 响起男人的声音 小怀 好久不见 熟悉到刻进骨子里的声音 顾起 你个混蛋 我没有转身 眼泪却早在听见男人声音的那一刻 低落下来 男人温暖的怀抱 罩住了我整个后背 对不起 让你等了那么久 原本就止不住的眼泪 像是有了发泄的地方 我转身靠在他的胸膛 哭得更大声了 也顾不上丢人 顾起 你再晚来一点 我就不等你了 我也不要爱你了 顾起摸了摸我的头 就像是我们从前一样 被顾起牵着回家的时候 我一路上都是迷迷糊糊的 他很耐心地听着我说着 他不在时发生的事情 他是个贴心的听众 没有半分不耐烦 等到了家门口 他家的门被打开 顾阿姨看见我们的那一刻 也有些正愣 不过转瞬即逝 回来了 我才反应过来 我们还牵着手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连忙甩开顾生的手 伯母 意外 都是真的 脑子昏的 我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只能底下头缓解尴尬 顾起不禁笑了起来 顾伯母瞪了他一眼 把他的行李箱拿了进去 好好照顾小怀 别欺负人家 我连忙摆了摆手 脸红的说不出话来 然后他笑了一下 就把门关上了 我看着顾起 指了指门 你还没进去呢 他没说话 反而按了按我家的门铃 我走到他的旁边 干什么呢 你家在那边 他提了提手中的袋子 我才发现 他的手上好几个袋子 里面简直覆盖了 我家人喜欢的各种东西 我只想说 好家伙 门被打开 是我弟 他先看见了顾起 又看了一眼旁边双颊通红的我 瞬间转身大叫起来 像个猴子一样上蹦下跳 妈 妈 我姐带他对象上门了 我瞬间想捏死我弟的心 在这时候达到顶峰 顾起笑了笑 用一只手提指带 另一只手捏了捏我的手 表示安慰 等我们都坐在客厅里的时候 我妈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顾起 开口道 小川回去了 我点了点头 他哼了一声 小川那孩子多好啊 妈 我对着他挤眉弄眼 顾起把袋子拿了过来 一件件拿出来 和我妈聊起天来 我第一次知道 顾起还挺厉害的 没多久 我妈的态度不止软了一点 至少可以笑着面对陆川了 连我弟也成了顾起的狗腿子 我也不由得轻松地笑了 直到顾起离开 我站在门口送他 哪怕我们家 不过隔着一个走廊 直到门关上 我妈瞥了我一眼 这不争气的模样 回神了 再怎么看 你也不会透视 我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忽然叹了口气 顾起这孩子 我们从小看着长大 我们也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看了眼我 我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 我和你爸希望的 不过是你可以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不要为了其他人伤害了自己 你永远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为何我听的眼睛 有些发酸 当年那件事情 知道的人很少 而我的父母只知道 隔壁家的孩子出国了 我变得茶饭不思 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他们希望我可以快乐 那是一辈子快乐 一辈子的幸福 健健康康 也不求我变得大富大贵 这只是一个最简单 最渺小的愿望 也是许许多多家长的愿望 我抱住了妈妈 忽然发现她耳边的银丝 已经很多了 妈妈不是不会老 只是她想成为你最坚固的依靠 让你不管在何处 都可以有一个家 妈妈 我会幸福的 会很幸福 很幸福的 我靠在妈妈身上 她摸了摸我的头 轻叹一声 傻孩子 我和顾起进度很快 也许是为了弥补以前的时间 也许是爱意在隔着远洋 发酵得更加厉害 那一次的过年 我们是两家人一起过的 连顾起她爸 都从国外回来了 那个晚上 我翻了一条朋友圈 在一群人中 我看见了陆川的回复 我知道她也真的放下了 在除夕夜晚 我和顾起一起放仙女傍晚 美好的不可思议 顾起 人生的有趣 在于把握着每一刻的美好 人生的美好 在于每一次的相遇 所以 顾起 我爱你 我牵住了顾起的手 与她食指相扣 雪花从深黑的夜空中落下 我焦急地等待着顾起的回答 明明知道答案 眼睛却还是有些害怕地闭上了 直到无明纸被一个冰凉的东西套住 唇上是冰凉的柔软 转瞬即逝 我听见顾起清晰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我也爱你 陈木槐 临近十二点 有热闹的家人 有爱人 烟花在耳边一个又一个地炸开 未来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或许会养一只猫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 有家 有爱人 还有一只猫 这就足够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